對於有意思想遷居在其他城市或國家的人來說 要找到一個地方生活開支相對較低 而且又講求生活質素的地方 真是一點都不容易 今集大咪會和大家分享 2024年全球地產的泡沫指數報告 以及加拿大七大最高生活質素城市的研究報告 從這些報告 了解環球市場所面臨的複雜問題 無論是想買樓或已經買了樓的你 不想投資失利 一定要聽多些、知道多些 做足各種方便的功課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卡利大咪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通知鈴鐺 一有新影片或新直播便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根據最新發表的2024年全球地產泡沫指數報告 多倫多和溫哥華都位居十大之列 而後者更是列全球實際房價升幅第六位 在北美排行第二 而這份報告就是來自瑞銀 UBS這個月發布的全球地產泡沫指數 多倫多的地產泡沫指數風險 是處於高水平 高據在全球第五位 溫哥華的風險就是屬於中等 威力全球第十位 加拿大這兩座大城市 都具備獨特的經濟、人口和政策因素 象徵著環球市場所面臨的複雜問題 租金方面其實真的大幅上漲 在溫哥華 實際租金比2021年高出了大概10% 相對於市民收入的增長 房價近年以來未有超前增加 所以目前的地產泡沫風險是處於中等水平 而在多倫多 地產泡沫風險和前兩三年相比也有所下降 但仍然被視為高水平 與溫哥華相比 多倫多過去三年的租金 和市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比較慢 而預期加拿大央行的減息 可能會再次加快推高這兩座城市的房價 因為對於利率特別敏感的首次置業者來說 需求將會增加 隨著融資成本變得更具吸引力 市場的鐘擺可能會重新向買家傾斜 這個情況導致多倫多和溫哥華的房價會再度上升 然而政府禁止外國買家入市 屋的庫存量增加 經濟前景低迷等因素都會減緩市道回復急速增長 多倫多的地產市場 在這麼多年來一直都處於急速發展的狀態 然而碎銀全球地產泡沫指數顯示 多倫多現在處於險境 地產泡沫指數風險升高 多倫多的居民可負擔居所面積減了四成 負擔能力危機是造成這種風險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在過去十年以來 多倫多的房價升勢遠超於市民收入的增長速度 將許多有意買屋的人都拒注於門外 在巔峰時期 一般家庭住宅售價過百萬的情況屢見不鮮 僅僅在幾年前 這個價位還是不可想像的 而利率的抽升雖然是為了抗壓通脹 但就加劇了這種對住屋負擔能力的壓力 多倫多的居民現在能夠負擔的居所面積 在交2021年平均減少了40% 負擔能力下降導致交投量減少 很多潛在買家都沒有能力入市 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價格依然居高不下 主要原因就是業主不願意虧本放售 而且很多業主已經鎖定了低利率的按揭貸款 所以就算需求減弱了 多倫多的樓房價格 仍然都是企硬 在移民和科技行業 蓬勃發展的推動下 多倫多的人口增長依然強勁 新湧入的居民 需要住房的需求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 尤其在租務的市場 由於租金上升 速度快過收入 不少住戶都在掙扎 導致要求政府介入地產市場的呼聲 日益高漲 至於溫哥華的泡沫風險降級仍然有暗勇 相對於多倫多 溫哥華的市況相對來說看起來比較穩定 但也不是沒有風險 瑞銀全球地產泡沫指數 將溫哥華的風險評估為中等 和多倫多一樣 溫哥華也經歷了高樓價的時期 但有幾個因素是有助穩定市場 其中一個影響市場的因素是嚴重的房屋短缺問題 溫哥華的位置被群山和海洋包圍 向外擴張的空間有限 所以房屋供應長期以來 受到土地使用區規條例的限制 價格也因市場可以提供選擇的樓房有限而被推高 然而BC市政府最近訂立的法例 要求溫哥華和周邊的市政修訂附例 准許業主在標準地域上 興建4至6個單位以增加住屋供應 目前還未知 這個轉變會對市場帶來什麼影響 而溫哥華的租金和多倫多就有點不同了 它近年顯著上升 至2021年以來實際租金增加了大約10% 租金的飆升 也加上當地相對較慢的房價上漲 有助於緩和地產泡沫風險 除此之外 溫哥華的居民收入增加速度 也比多倫多的居民快 這個促使了風險狀況趨向緩和 不過 溫哥華的房屋負擔能力危機仍然嚴重 尤其是對租戶和首次置業的人 而根據瑞銀這份分析說 全職就業職位可能不增反減 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 將會對政府造成巨大壓力 迫使他們採取措施 停止人口急速增長 而2024年 瑞銀全球地產泡沫指數排行榜 第一位是麥亞蜜 第二位是東京 第三位是蘇黎世 第四位是洛杉磯 第五位是多倫多 第六位是日內瓦 第七位是阿姆斯特丹 第八位是悉尼 第九位是波士頓 第十位是溫哥華 第十一位法蘭克福 第十二位是香港 第十三位是特拉維夫 第十四位是杜拜 第十五位是新加坡 而對於有意思 遷居去其他城市的加拿大人來說 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落土的確有難度 而以下下來 來自一間搬屋公司的發表研究報告指出 在加拿大仍然可以找到這樣的理想城市 這份研究報告說 很多家庭都想搬去一個既安全又經濟的地方 所以一些大城市對很多人而言就會失去吸引力 而一些比較小的城市或市鎮 正正就是為了那些計劃有新開始的人 提供了優質生活 而這個研究報告主要就是分析了各個加拿大地方 生活質素、安全性、可負擔性來進行排名 其他考慮的因素就是包括就業機會、教育、公共交通 環境潔淨程度和康樂設施、公園等等 而最後結果得出 排行榜首的就是人口大約130萬的 Kelkeri、卡加里拉 與其他城市相比 Kelkeri相對比較經濟實惠一些 而且距離風景絕美的Banf 只是一個小時車程 而Kelkeri的最安嚴重指數是72.47 相對於其他大城市是較為安全 住房的房價也相對合理一些 另外作為以石油業為重心的城市 為很多石油業的行業提供工作機會 所以有很多人都從多倫多移居到Kelkeri 排名第二位的就是安省的Wallington 第三位 安省的Lassalle 第四位 灰省的Levis 第五位 BC省的Ock Bay 第六位 紐賓市域省Vendriton 第七位 安省的道咸區 以上的報告、排行榜 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一個概念 為自己心目中的夢想家居 覓得一個好地方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心目中的樂土究竟在哪裡 大咪今集 講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 開謎通知 鈴鐺 我們一有新片和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 請回ists 請回家 《Lassalleations》 請回家 2番目 感谢观看